众所周知,水是生命之源 人体中的大脑、肌肉和心脏 是由70%的水所组成的 而血液中就有83%是水 由此可见,水对人体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怀疑人每天可以饮用70%的优质水 那就很有可能可以解决了70%的健康问题了 健康血液的酸碱值应该是介于pH7.35至pH7.4之间 但数据显示大部分的现代人都拥有偏酸的体质 当人体偏酸就会导致血液变浓 并且影响血液循环 各种文明病如高血压、心脏病等都会接种而来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大部分的现代人 都拥有偏酸的体质呢 其实导致我们体质变酸的有五大因素 第一,不良的饮食习惯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 因为现代人太喜欢叫四肉一菜 就是因为这样 导致大多数人都拥有酸性的体质 有哪些食物是属于酸性 哪些食物是属于碱性呢 非常简单 我们来看看这个pH表 在pH7以上 所有的食物都是偏于碱性 比如说蔬菜和水果之类 在pH7以下 所有的食物都是偏于酸性 比如说肉类、蛋黄、啤酒等等 第二,缺乏运动 第三,空气污染 第四,生活压力 第五,饮用不对的水 都是导致体质变酸的主要原因 日本医学博士柳澤文正 曾经做过一个临床实验 他在100个癌症患者的抽血检查中发现 所有癌症患者的血液都是酸性的 其中就有85%的血液pH值 低于pH5.8 根据研究显示 偏酸的体质容易导致器官组织变药 体内废物不容易排出 新陳代謝变差 以及神同肝过度负担 因此长期下去就会引发各种衰老的问题 以及疾病 简单来说 所有的文明病都是与血有关 而血又与水有关 所以想拥有健康 就必须选择喝对的水,对吗? 对,没错 虽然我们每天都鼓励人喝多点水 但是市面上不是每一种水都对人体有益 今天我会用pHTester来测试这五种水 所以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汽水变成了红色 这就是代表强酸 所以不适合人体饮用太多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山泉水竟然是酸性的 为什么呢? 很多人以为山泉水应该属于碱性 其实这些都是以前的事 现在大多数的山泉水都是属于酸性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酸雨过多,空气污染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RO水或液滲透水 都是属于酸性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水格得太干净 将所有丰富的矿物质都格好 所以就变成酸性水 自来水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pH值又是介于多少呢? 是介于6到6.5之间 矿泉水呢? 它本身的pH值又是多少? 是pH7 世界维生组织曾经报道过 只要pH值超过10.5 就称之为碱性水 是不适合人体饮用的 那怎样的水才称得上是好水 最适合我们人体饮用的呢? 其实要知道怎样的水 最适合人体饮用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水的本质 水分为碱性水、中性水 以及酸性水这三种 而最适合人体饮用的水 是介于pH7.1至10之间的 药碱性水 这些药碱性水可以中和人体的酸性 为我们的健康加分 除此之外 好水还必须具备以下的条件 第一,不含有害物质 第二,必须拥有丰富的矿物质 例如钙、尾、拿、甲 第三,小分子囤水 第四,滲透力要强 第五,拥有抗氧化功能 第六,含富电维 那市面上有哪一类型的水 拥有你所说的这些特质 两正电,而另外一边接上负电 一通电 水中的水分子团H2O 和各种矿物质 就会被电解分化成为 H+,酸性离子水 和OH-,简性离子水 除此之外 酸性离子水中 还包含了硫黄、硫酸等离子矿物质 而简性离子水中 亦含有钙、尾、铁、甲等离子矿物质 这种电解方法 在1930年由美国人发明 后来经过日本学者进一步研究 终于在1966年 获得日本卫生局批为医疗器材 并在日本发售 根据日本多个医院的临床治疗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 电解养生水在治疗消化不良 便秘、糖尿病、心脏病 和骨骼疏松症等病症上 拥有明显的疗效 既然电解养生水的功效那么好 为什么在市面上 好像没有人提起过这个产品 其实市面上不是没有人提过 电解养生水 很多水专家都曾经在书中 提过电解养生水的功能 我想可能是以前的 电解养生水机比较贵 价钱介于马币一万至三万之间 所以在市面上不是太普及 那E-IONS电解养生水机 和一般的铝水器有什么不同 E-IONS拥有全球首创的 E-世代软号外线棒 再配合电解养生水机 这个独一无二的设计 所带来的效果 是其他过滤器没办法相比的 首先自来水会经过 我们独家设计的PMC雷芯 再经过日本ACF雷芯 隔了水中的氯气 之后透过软号外线棒 令水分子充满能量 最后再经过日本神户段消消结 1.2ml白金电解版 将水分解成为稳定的 简性离子水和酸性离子水 好 我们来看看E-IONS的示范 首先我们先拿酸性离子水 接着再拿E-IONS的简性离子水 然后再滴几滴pH tester 由此证实E-IONS电解养生水机 可以提供两种水 一种是简性离子水 而另一种就是酸性离子水 那E-IONS电解养生水机 所分解出来的简性离子水 和酸性离子水 到底有什么特性 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好处呢 E-IONS电解养生水机 所分解的简性离子水 拥有四大特性和无限的好处 第一 它的软号外线棒 可以活化人体细胞 令到水不会渴凉 第二 E-IONS简性离子水 含有离子化确物质 可以中和人体的酸性体质 好 今天我们来做个简单的示范 我将白面包放入杯中 当人体吸收了白面包之后 身体就会慢慢变成酸性的体质 非常明显的 同样的 我再滴四滴的pH-dester 所以现在我们的身体就已经变成酸性的体质 好 我用RO液渗透水看看它是否可以中和 你可以看到是不行的 我再用抗泉水看看是否可以中和 答案是还是不行的 现在我用E-IONS简性离子水 现在我用E-IONS简性离子水 大家就可以立刻看到 E-IONS简性离子水是可以中和人的酸性体质 这一瓶是汽水 当我们饮用了汽水之后 身体究竟又会变成如何呢 我今天就用四分一盖的汽水来打个比喻 同样我平均滴几滴pH-dester 大家可以看到汽水的pH值是介于pH3左右 如果我倒入RO液渗透水 看它是否可以中和人体的酸性 答案是不行的 人体依然是酸性的 我再用抗泉水看看它是否可以中和人体的酸性 答案依然还是一样 都是酸性 现在我们看看E-IONS的电解养生水 是否可以中和汽水 你看我同样都是倒了半杯 由此可见 E-IONS电解养生水是可以中和人体的酸性体质 第三 有抗氧化和还原电位功能 这是什么意思呢 来我们做个简单的示范 首先我先倒RO水 而第二杯我再倒抗泉水 第三杯我们就倒入E-IONS的简性离子水 这个是优典 是专门查外伤的 平均我会滴入 1,2,3,4,5,6,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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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三杯水中 在这四杯水中 这四杯水中 是不可以中和我们身上的酸毒 唯有E-IONS的简性离子水 可以中和我们身上的酸毒 再打个比喻 如果我们把苹果咬一口 半个小时之后 它就会氧化然后变色 如果你把咬了一口的苹果 放入E-IONS的简性离子水中 你就会发觉苹果氧化得特别慢 为什么呢? 看看以下的实验 你就会明白了 首先 我们还是用RO液滲透水 再用矿泉水 和E-IONS的电解养生水 我们用矿氧化测试笔 来测试它是负电位 还是正电位 很明显的 你可以看到RO水和矿泉水 是属于正电位 自由E-IONS的电解养生水 可以在-250mV以下的还原电位 发挥它的抗氧化功能 第四 E-IONS的简性离子水 因为拥有比较小的分子 所以它的溶解力和渗透力是最强的 现在我们做一个小小的示范 我们将三个茶包放在三个茶杯里面 首先 我先用RO液滲透水来做个示范 第二杯 我们用的是矿泉水 好 第三杯 我们再用E-IONS的电解养生水 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到E-IONS电解养生水 到底和其他水有什么分别 由此可见 E-IONS电解养生水的渗透力是最强的 现在我们再做另外一个实验 现在我们再做另外一个实验 你有没有听过水可以破油呢 前面有三杯油 我先倒入RO水 好 接下来我倒入矿泉水 而第三杯 我们就用E-IONS的电解养生水 所以你可以看到 是非常明显 第一杯和第二杯 就是RO水和矿泉水 它们的水和油分得非常清楚 唯有E-IONS电解养生水的水 开始破油 这就代表水和油就已经混在一起 由此证明 E-IONS的电解养生水 拥有超强的溶解力 所以可以将我们身上多余的油脂 排出体外 为什么被电解的水分子团会特别小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 一般上每一粒H2O水分子 都拥有13至16个分子 一旦被电解 就会被分解成为7至8个酸性分子 和5至6个碱性分子 这些小分子团水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E-IONS的酸性离子水和碱性离子水 一样拥有很多好处 E-IONS酸性离子水 拥有超强的抗菌功能 最适合用来清洗锤仿用具 和各种家具等等 如果肌肤泛龙 E-IONS的酸性离子水 亦有改善伤口功能 PH值介于5.5至6之间的 E-IONS酸性离子水 亦有美容的效果 它可以防止生畜斑和暗瘡 E-IONS酸性离子水 还有杀菌功能 所以用来浪口 都可以防止蛀芽和口腔发炎 这个瓶是E-IONS采用特别材质 和设计特别生产的 所以可以令到瓶里面的酸性离子水 保持新鲜长达两个月 而普通的瓶过了两天 水就变质了 那E-IONS电解养生水机 和其他的电解养生水机 有什么不同? 消费者应该以什么条件 作为购买的标准呢? 首先,E-IONS电解养生水机 拥有四项全球唯一的凝证 第一,绝对安全 第二,最多专利 第三,一站式服务 第四,最多国际凝证 E-IONS是全球第一部 由内至外都符合 无害物指令的电解养生水机 而且所有的零件 甚至是一粒小螺丝 都拥有国际凝证 保证绝对没有素化剂成分 除此之外 E-IONS还拥有四项全球独家专利 就是第一,PMC过蕾系统 第二,日本断销消结1.2ml白金电解版 第三,DIY隔离子 第四,upgrade技能 所谓的PMC过蕾系统 就是有PP filter、中空施膜 和活性炭所组成的三重过蕾系统 我们的PMC雷芯 是没有添加任何合成的矿物质 所以能够为顾客提供一个 非常优质的好水 什么叫做添加合成矿物质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示范 你可以看到我手上的 这个叫做合成矿物质 现在我将合成矿物质 放入自来水中 你可以看到自来水的颜色 慢慢开始变 变成什么?变成简水 所以可想而知 如果添加了合成矿物质 长期下去 如果顾客买了这个过滤器 人体长期饮用 将会损坏我们的身体机能 到底日本断销消结1.2ml 白金电解版有什么好处? 根据水博士 《教你饮出自愈力不生病》 这本书中所提到 很多采用不锈钢、铁、 或度白金等材质的电解槽 在电解过程中 将导致各种重金术融入水中 虽然只是微量 但长期饮用 将它对身体造成伤害 所以很多牌子的电解槽 只用了一年至两年 便会变质 需要整个换光 非常贵 而EIONS所采用的 日本断销消结1.2ml的白金电解版 可以令电解槽的寿命 畅达10年以上 所制造出来的水的pH值 也会比较广 而且绝不释放任何有害物质 那什么是隔离子呢? 其实就是电解槽中间 夹着的那张薄薄的纸 这些隔离子 时间一内便会破损 导致电解功能下降 但是市面上很多牌子 如果要更换隔离子 便必须要更换整个电解槽 非常浪费 因此EIONS推出 独一无二的DIY服务 让你每三四年 便可以自由更换隔离子 折省更多 除此之外 EIONS还是市面上 唯一拥有 upgrade技能的电解养生水机 无论你购买哪一种水机型号 我们随时都可以为你提供 添加电解版服务 另外EIONS 还为所有顾客 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其中包括 快充安装和多种颜色选择 持续更进顾客的使用状况 清洗太白金 随时upgrade 和提供旧机伏新的服务 我们曾经在国际上 榮获多项凝症 其中包括安全、科技、武毒 和各种零件凝症 简单来说 EIONS电解养生水机 是改善酸性体质、美容美发、活化细胞 增强免疫力等各方面 都拥有非常显著的功效 没错 EIONS电解养生水机 在科技上 已经荣获欧美和日本等过的肯定 所以在品质上和功效上 是无需质疑的 我们还为所有顾客提供 绝对安全、绝对高品质、 价钱合理、效果好 和专业的服务等五大保证 EIONS电解养生水机 不是一般的过滤器 而是你一家人的电解养生水 想饮出健康、饮出美丽 马上步打EIONS电解养生水机 和代理招聘二线 1300-88-9011 或016-225-3598 殉民详情